那鴻林我们一般机车是上不去的 不能上去的 快速道路 只有大型重型机车可以上去 那像我们 经理站专员在台上 一夜的向参加民众 认识国内交通号制 台下民众也很认真的听讲 由于对中文字体的不熟悉 唯有这样的课程 才能让他们有机会考上驾照 因为不感受的关系 常常去到警察法治 都在那里买买买买 实在是很辛苦 我们看在县来也是疼在心来 所以说钓到议员在后 我就在结局来办理路口 来机车 现场路口的这个活动 跟他们加强的部分 是针对标志标线 还有耗事 还有一个交通法规的一个部分 过去因为很多新住民 因为家庭或工作的需要 必须骑上机车 在没有驾照下 若吃账罚单 往往大贪吃不消 而现在有这样的便民服务 也让他们充分感受 国人对他们的照顾 外配很多国家 来自柬埔塞 越南 种种 还有所谓的泰国 印尼 不一样的文化 对台湾 中文 汉文的了解 还有艺术都差很多 所以说我们就针对问题 去他们一一来解决 目前文字看不懂的部分 我们可以引导民众来做这个 我们公路总局这个线上的语音的一个练习 语音练习 那我们这个语音的部分 有这个十种语言八种文字 让他们来选择 国内在7月1日 新的机车考照规则实施后 目前考取率也比往年低 也代表考照人员 必须很认真的去研读题库资料 你建立站从7月1日到14日之后 目前的一个考照的一个及格力 比试的部分 大约在六成左右 所以比以前降低了将近两成 这个比试绝对不是说 没有读要来碰碰硬性就考得过 你绝对要针对我们 交通的一个标志标线 还有号制 要真正来熟悉 还有一些交通法规 因为我们在7月1号以后 这个比试提估 已经增加到1606题了 建立站人员表示 现在只是针对特殊人员 进行考前辅导 而在正式考试 这些参加民众 也与一般人一样 绝对不会有放水的现象 请大家放心 明镜王樊一怀 积极采访报导 这些参加民众 是 感谢观看